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今天很開心呢,我們來到大稻城 然後其中的一家中藥服務行 那,繼上次呢,我們介紹了一家 就是新方收藏行之後 這一次呢,我們要來訪問一下 中藥行的地主,也就是我們的郭老闆 來,郭老闆跟大家掌聲招呼 嗨,大家好 百安堂是大稻城其中一間相當著名的中藥行 建築於1919年 而目前經營的第二代郭老闆 從父親1993年搬來之後 就在大稻城加根 物美價合理的中藥材還有南北乾貨 是27年來老客戶絡繹不絕的原因 中藥行大概還有接近大概四成是自由 四成是自由 對,對,對 你是說如果以這個資產 這個迪化界的店面來講 大概有四成中藥行是屬於自己的 那有六成是應該是屬於出租的 你是說以中藥行 中藥行來講 對,對 但是這四成的裡面當中也有幾間要分家 就是因為它有兩個二十以上需要分家 所以他們也是需要一些店面 所以一般中藥這個產業 也不可能會說會慢慢不見 因為畢竟它還是有它的市場跟需求在 一般對於自由的人來講它是不會開始的 但是對於一些成租的 成租店面的這些做重要的經營業者 他們會覺得說如果越多人來成租迪化界的店面 對他們是一種相對的競爭 對他們也會 也不是相當的歡迎他們 因為怕說 越多人來租店面的時候 水漲船高 然後到時候自己的店 店租也要被加價了 甚至更多人來搶的時候 他可能被迫要搬離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對他們 對外來的產業他們其實是 心態上是比較保守的 根據我這幾年的觀察 演化界的地圖大概分為兩種 一種是自己 有產業在經營的 不管是做部的 做茶葉的 做南北貨樓 做中藥行的 或是其他開其他的公司的 他們不可能販售自己的產業 那另外一種是怎麼樣 就是我是出租 那租了很多年了 甚至幾十年了 然後小孩一堆 那到八十多了 例如想說 那我就把它賣掉 為什麼 以後我先賣掉 錢分一分 與其你們大家計程 又搞得不愉快 又乾脆賣掉 就是大家分一分 所以我現在看到迪化界 沒幾年就有一戶 丟出來賣 幾乎都跟我看到的例子差不多 我常常在司法公司 如果 這麼漂亮 整修完了一個房子 如果 星巴克 可不可以買 嗯 Seven來了嗎 嗯 那 來也不 原本就是這裡的老 的店家 全家 我聽說最近要來 嗯 新東陽前面已經在裝潢了 嗯 像一些比較有名氣的一些 菜飲業 或是一些其他的產業 進出以後 反而讓這條街 更有味道 嗯 其實大料城能作為新舊融合 但仍保有特色的老街 除了最基礎的傳統產業仍持續的經營 他們就如同這個區域的基本盤 老客戶會不斷的回來 再來就是像咖啡廳或是其他生活空間經營業者的移入 可以吸引年輕族群及觀光客來訪 開拓人潮 有了人潮後便能吸引像是7-11或是Starbucks等連鎖集團來展店 在這樣新舊產業的融合之下 老些才能深深不息的延續下去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